這個是抽打折 打幾折 然後這個是底五塊 底十塊 超商買飲料 抽折扣優惠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 最低是 一折 真的有一折嗎 有啊 抽不到 這裡 我看到了 就這裡 真的耶 真的有 我們每天都有可能抽不到 真的耶 民眾抽折扣是手氣 卻有消費者抱怨 怎麼都抽不到一折 上禮拜消費 要求檢查籤筒 還真的想不到一折籤 大罵根本是欺騙消費者 只要消費者抽了那個籤以後 我們是人員都需要助記錄 沒有把它放回籤筒裡面 跟我們的消費者續續回覆說 願意讓它重新抽籤 收好的一折籤不見了 業者強調是單一個案 而近期各大超商 推出抽折扣獎客 玩法也大不同 很少 很少 一天大家都有幾個 三個 買飲料抽好糠 超商以螢幕點擊觸控 自選一 有自選及電腦代抽 六種折扣最低一元 但很多人抽獎 都有這種感覺 應該也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情 要很多次才會看出 那個機率是差不多的 一折一定很低 因為一定有其他七九折或八九折 業者說不管折扣高低 種前旅都相同 但六種折扣 只有四個框能抽獎 數學老師說 機率應該有差 中獎率相同 可能是每個框後面 都是電腦亂碼 不斷挑號 原則上應該是 要給我們六個框來選擇 是最公平的 可能就是 他那個電腦 就是他 那個框後面是有亂數在跑的 這個機率可能就是公平的這樣 超商推出買飲料抽獎 刺激買氣 消費者比優惠拼手氣 若要認真談機率 區位性恐怕就少了那麼一點 這林鄭王 珮如 高雄報導